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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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單非常 我想說Rap Talk 今天就分享一單很有趣的料 今天跟你說說耶叔 你未必會聽,不過聽就好 剛才你的Beat好像想Rap 我就想這麼厲害 現在肯來很厲害,用Rap來介紹 又Rap來聽 不過這單就是一單非常普通的 新聞 R&B很自由 很free 這單新聞真是普通到不得了 香港是哪裡 泰國,普通到 真是非常普通 經常會發生 就是有個中了 那些六合彩 那樣的泰國男生 多少錢 一千萬泰主 其實對他們來說很多 因為大概二百五十萬港幣 對他們來說很好的 因為我最近認識了一個泰國大姐 她說她的女兒在一間很厲害的泰國大學畢業 她大學畢業 都是只有五千元港幣 兩萬元 已經是很好的 是很厲害的大學畢業 好像做到幾好的工作 都是五千元港幣 但是再升也是 我頂龍給你 就雙倍 在香港也算好 五千元港幣 兩萬元泰銖 他就說 所以我在香港賺錢 然後拿回去泰國洗 我很爽的 同樣地 他拿到二百多萬港幣的獎金 好好洗 誰知道他在兩年裡面已經花光了 一年花百多萬 一個月就花十多萬 平均數 也算很開心 理論上應該 但是他很快花光之後就出市了 因為原來他知道要交稅 要交回三百五十萬泰銖的稅 即是八十多萬 也挺多 獎金花光之後 他自己還欠落 總之就是日不夫之 還要付緊數 總之就是 中了反而是一個 類了他 對他來說 不好的事 很普通的一宗新聞 聽了百多次 但是我現在有一種 很有 sympathy 即是感同身受 身同感受 不知誰才對 感同身受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經常有人問我 請吃飯 你中了八萬富翁 中了八萬富翁 中了八萬富翁 中了八萬富翁的百萬 究竟是中還是贏 令我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百萬富翁 我覺得我拿了錢之後 我更辛苦 沒拿錢 人們第一句就是 不用付錢 不用出糧 這餐是你的 八萬富翁是屬於橫財 還是屬於正財 如果說好像橫財的話 你叫我請吃飯 都可能合理一點 八萬富翁 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靠爸爸的努力 去打回來 如果是正財的話 然後每個都請吃飯 那我每個月出糧 都要請吃飯 好開心 我就想問你了 這麼多人問你 你請了多少餐 兩三餐 如果有幾百人問你 你都只是請兩三餐 那就算了 還沒請 我覺得大部分 大部分問的人 是出於一個叫玩的 難道真的想屈你嗎 還有一個光榮 沒錯 這個是一個思考 還有你想想 你幾萬元的橫財 都這麼辛苦 人家那些幾千萬那些 我想他們要躲起來 不敢告訴別人 是呀 一定有很多煩惱 所以街友起事 周星馳那些 就是不合理 他以為自己做六合彩 走到酒吧那裡萬歲 然後就出事 所以快樂和痛苦 有時候相等 你擁有快樂 你又有痛苦 你擁有痛苦 慢慢就會快樂 沒錯 不過這個獎金 都令我思考了很多問題 就是說 替你開心 和吃飯 為何會有直接的關係 為何要請吃飯 替我開心 因為分享 你開心 我又開心 那就一起開心 即是結婚 結婚就一起分享 你有沒有聽過我的說話 一起結 讀樂樂不如中樂樂 快樂的樂 你有沒有聽過 和吃飯都沒有關係 我自己拿了一個 和爸爸一人一半 三萬元獎金之後 我昨天去打骨 我都沒有打過貴一點的計劃 我都是做平時的事 那你也在享受 那我就算不中那三萬元 我都會去打骨 昨天快必也有去打 是嗎 當然了 他這麼辛苦 你們一起去嗎 我沒有 大家去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突然是口疾 突然間 露出馬腳 不要亂抓 你突然說 你突然說 你突然說要打骨 那些私人未必想說 你不要拔人 他這麼辛苦 他都要鬆一鬆 我只是想知道 你又不是去同一家 你為什麼知道他打骨 因為我問他 又突然 又突然 問他有沒有什麼好推介 然後他就說 我知道你的號碼 不是 他說堅尼地城有些泰國鋪 可以打骨 然後我就說我不是去那裡 我去自己平時去那裡 他其實不用 他在街上被人打骨 隨時都被人打骨 又不用付錢 我去讀那裡 他又去不了 所以就沒辦法 沒得在一起 逐落落 就沒得 其實這個泰國男人 我覺得其實他很笨 等於說一個童話 有一個人給你三個願望 神仙費三個願望 你用了頭兩個之後 第三個 知道我們做什麼 再要多三個願望 無限願望 就是這樣 這個男人 他有二百多萬 他應該有可能拿一半出來 是用來做錢生錢 做一些投資 或者用來做開個店 那樣才會繼續滾 但就不是把他洗掉 我自己覺得 如果他是一個衝動的人 很快就把他洗掉 衝動但不聰明 聰明才有用 在香港人才有用 外國那些 經常中了頭獎 比之前 不是幾百萬那麼少 港幣 為了上來幾千萬港幣 過億 轉頭半年左右沒有了 加年資產 對 又叫膠 又爭產 理財概念 這件事是香港人特別強的 去到外國 可能他們 根本生活沒有那麼壓迫 或者 錢大把 或者 窮又是這樣的生活 有錢又是這樣的生活 不如不用那麼著急 但香港人不是 小時候已經教你 錢要好好儲起來 怎樣花 有個遊戲 是教你怎樣去理財 是小孩子的棋 是一個老鼠跑步的遊戲 就是告訴你 你小時候就要儲點錢 然後去做一些 例如生意的東西 去提供一些非工資收入給你 當你的非工資收入 是多於你的開支 你就可以得到財務自由了 這是一個小學生玩的遊戲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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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你不是靠你工作 去得到你的錢 即是你不用做一些人給你錢 應該是說 你去做一些投資 或者是 做一些東西 去令到 那樣東西 自己會生錢 例如是甚麼 買一單生意 那個生意會分紅 或者買一個股票 股票又會有利息 雖然有些年輕人 很小時候已經認識這些 你記得我們70年代 我六七十年代的廣告 銀行廣告 勤劍就是美德 即是小成多教你去開個保仔 那些獅子銀行 儲錢 有些這樣 有啊 即是說你要及早 小時候要學儲蓄 你一個美德來的 將來你就會富有 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 麥當勞那個故事 那套電影 麥當勞那個電影 他把真人真事說出來 其實麥當勞 最初是由兩兄弟 打拼這樣熬出來 即是賣包的麥當勞 賣包的麥當勞 賣包的麥當勞 那你自己做很多生意 很好生意 但有個人突然間 瘋了 敲門 其實你們自己這樣做來做去 都只有兩間店 還是一間店 一定兩間店 就在當地那裡 他們可能就想著一輩子就是這樣 即是他已經生活解決到 有固定的客源 又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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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他們不肯 不要啦 我們不想整大 你應該全世界的人 都吃你這個麥當勞 那麼這個銀行 即是銀行 最後都哄好他們 簽了一張合約 我幫你搞 我幫你行銷 推到全世界各地 當他成功了之後 回來 是吃回他們的生意 即是那個 本身的麥先生 麥當勞先生 可能沒什麼錢 是幫他銷售大 他也有 但他賺不多 但後來他想了一些辦法 我不是很記得 總之後來他大到 是回來買回他們的店 拆了他的招牌 你不可以再叫麥當勞 我現在才叫麥當勞 於是這兩兄弟 就唯有不知叫做什麼 迫麥 即是他改過另一個名字 但他不夠麥當勞 當時麥當勞已經很紅 他們很短時間已經撿了一顆 即是這兩兄弟 是撿了一顆 好慘 很多同類型的故事 賣龜玲膏那些 類似是這樣的 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就是 如果你想著 我很勤勤你這樣 我守住這間店 我已經很心願意足 你看麥當勞那套戲 他把整件事說出來 最後自己很落幕地 拍著肩膀兩兄弟 拆拆招牌 因為他賣了 要被人收購 以後別人才叫麥當勞 他不可以再叫麥當勞 他們麥當勞 本來是他們的名字 看著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四間 這個故事就是叫大家 原來麥當勞這麼壞 不要吃麥當勞 也不可以這樣 營燒生意 你上網查也有這個故事 根據那個真事是改變而成 如果你替麥當勞不平的話 你就可以說不幫助他 但其實沒什麼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人 你今天也不能吃麥當勞 不過我相信 有時候生意的東西 不是說你厲害不厲害 而是手法 或者你有沒有想多幾步 到底我這樣做是好還是不好呢 錢好像賺多了 因為那個人是把整個生意 擴展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很多地方 但後來為什麼會變成 翻轉頭自己沒有一盤生意 大家可以看看電影的節奏 還有擴展也未必真的好 你看香港有不少例子 發得太大 然後很快就出事了 很多以前的農場餐廳 或者小時候有 他只是因為投資失利 很多不見的小時候見過的連鎖餐廳 例如東東雲吞麵 以前見過很多 不過不好吃 我真的覺得不好吃 如果我上樓上鋪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是否濕了沒有 曾經有一段時間有很多沙爹王 現在又只剩一間半間 之前還有一間叫大力水手 有聽過 有馬里奧餐廳 有有 以前的芝士餅隨街也是 芝士餅是甚麼 10年前 隨街也是 沒有 我最神奇的是 有一間叫序福樓的酒家 以前很多 現在在哪裏 不知道 但上了市 兼且超額認購得很厲害 現在這東西 很神奇 有時候世事 你也猜不到 究竟發大好 還是發小好 不是發小 縮小好 縮小了之後突然上市 世事真的很圓 所以做生意 要靠頭腦 D100隨時都上市 不出奇 你猜不到 我們縮小了 但我們之後上市 不出奇 盡量上京尼地城下面的街線 我想找京尼地城哪家 踏骨 大家繼續支持 你猜不到